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我驻奈吉利亚代表处遭中国施压搬迁,据了解,搬迁作业已接近尾声,近期将发文通知奈吉利亚驻台北办事处,要求其搬离台北市。 外交部长李大为今天也表示,正在打包中处理完后,即会通知奈国驻台办事处。 奈吉利亚一月时与中国大动作联合召开记者会,要求我方迁离舍都阿布加并更名检人。 奈国政府要求我驻奈代表周家宝离境,更派出武警粗暴封锁我住处,强制我方人员离开。 我驻奈吉利亚新管位于旧独拉格斯。 据了解,搬迁作业已接近尾声,还需要一些时间安顿。 而基于尊严与对等的交授原则,外交部曾说签纸完成后,将要求奈吉利亚驻台北办事处签离台北市。 据悉,待我驻奈吉利亚代表处安顿完毕后,外交部将会发出公文,要求那处搬离台北。 李大为经列协力法院外交委员会会前受访时也说, 现正在打包中,甚至我方从阿布加到拉格斯都还要当地武警护送。 这些事情处理完后,就会通知奈吉利亚驻台北办事处,时间可能是这周或下周。 外交部日前曾表示,奈处曾向我方说财政困难,恐无搬迁预算。 尚未确定会搬离台北市或直接关闭驻台代表处。